哈喽你好,我是二名 虽然我养过准硬了 但是我感觉我的酒量 实打实地下降了 我平时自己在家里面 500毫升的 你喝个五流 昨天我喝了三个 就犯困了 挣钱了 得死百匹 这是一位粉丝朋友送的 他的名字叫 我看一下 如果没记错的话 孟茴太罗文 因为他说过记两下 然后我就说了两下 透肥的 六个 还有12个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二名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你的视频我都有关注 你视频的酒我也买了很多 我是一个酒鬼 有尽量啤酒 今天我在重庆喝一款 尽量啤酒喝一盒 小粉丝给你 你的忠实粉丝 谢谢啊 慕尼伯朗白啤酒 净含量一升 二公斤 酒精度3.7 圆满日浓度11匹 原料水 淡麦芽小麦芽啤酒花酱 保质期12个月 这罐看起来不错啊 白啤 大家试一下 这粗闻味不错 有一个烤面包 找到这里看一下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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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颜色不错啊 看起来用料挺扎实的 所以每次老皮都撒出来 好费值 这酒店是很四层相识 有泰山七天的感觉 很温浓很上火 泡沫特别的细腻丰富 持久度很高 就闻起来酒精感被吸住 然后淡淡的麦芽香味 那试一口啊 我也是现在真的饮酒 饮起有价 还不错啊 日苦香味特别明显 香蕉味 酵母的香味 依然得有那种浓浓的 可面包味 哇真不错啊 精酿原浆 喝起来特别爽口 酒精感很 麦芽香味也可以的 然后鱼饮 用啤酒花的香味 好喝不错 又辣了 老豆豆腐盖 日子又过又抽着 小手套 再两个吧 安全一些 今天多了不喝啊 就喝一罐 还为公奶油香气 真不错 木泥波浪来啤酒 这个酒确实没听过啊 这应该属于大家工作 这种国内的小冬啤酒 还是不错的 可以推荐给大家试一下 不过这个酒还得配串 配串的话 最起码 三桶几 配这个着实有点 瞎这块料了 不错 肉口会顺化 然后有轻微的沙口感 然后有淡淡的那种甜香感 充满口香 然后略带一点口酸 然后云云除了带有那个 啤酒花香 还有又带一点点的短暂的苦味 应该是正儿八经的一款 全麦啤酒 然后最大的特点就是 混濁 再就是那种别有辨识度的那种 圆江的那种香气 以及它顺滑的口感 这不是广告哈 今天没有烧化 没有热点 没断的啊 咱们今天就单纯的喝下都很久啊 对了 温馨提示啊 阳果转阴之后啊 尽量的能不喝酒 就不要喝酒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我也是慢慢的适量的去喝的 然后递增的去喝的 我感觉我自己 没事 哎 这个体质可是 这体质是可以的 所以说我才敢这样 发个量的去喝 然后你们一定要根据个人体质 不要疑我不要准 要不要等出事后会来不及 这是作为营救爱好者的 最后的底线 这叫做他90度3.7度哈 但挺上劲的 有可能是我酒量 十五下角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这碗啤酒 用料特别扎实 属于浑浊型小麦啤酒 因为酵母它留存在 它这个酒压中 所以酒底看起来 特别的浑浊 我觉得可以比肩于 有太三几点 它麦芽香气和果香味 特别的协调 满分十分的话 我给八点八分